樓浮山虎草村因為發展商收地 十幾戶一共七十幾個村民面臨被逼遷 有村民批評發展商為了逼走他們 找人產平村民的農地 又撞毀村後一棵樹 覺得安全受到威脅 精神困擾 搞到我睡不安寧 還有我的小孩 小孩女兒 又怕人生安全 還有閒寨人多了家人 這方面我也不知道 靖江中表明反對霸權的 泛民特首參選人何俊仁探訪村民 有村民跟他說 發展商在九月發信要求他們搬走 村民拒絕 日前更加要脅堵塞出入條村的通道 何俊仁說即使發展商擁有快地的業權 也應該先安置好居民 好的時候地產商收購土地 他就不是用正常合法的方法去收地 他就利用一些類似 一些惡霸式的方法 很多時候警方是不願意介入 就說這些是屬於民事的糾紛 實際當然本質不是一個民事糾紛 是強行非法收地 他又說居民可以嘗試 以逆權侵佔的法律途徑 爭取繼續在原村居住 而虎草村屬於海岸保護區 何俊仁說 長遠政府有責任管制和規劃新界的發展 阻止產地等行為破壞環境 香港風範電視記者 還有護海岸保護區 並且在護海岸保護區 並且在護海岸保護區 然後在護海岸保護區 並且在護海岸保護區